对了 我们今天在台南发了一个 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枪权案 刚刚讲林世杰 也就是在议长副议长会选案里面 扮演一个非常关键角色的人 他不是普通人 照讲你在议长副议长的会选案 你跟议长跟副议长都非常好 你跟市长也非常好 还有你根本就是一系的 你女儿是这个所谓的台南市议员 你有这么强的症状背景 你看这个人 一个看起来应该小孩子 跑来以后 在这个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八秒钟竟然对他开了十一枪 是枪枪致命 没有错 那么宝洁我跟林世杰非常的熟啊 你干熟 那你记不记得 那么在台南开八十八枪的时候 全国第一个讲出 那么凶手可能是谁的 不就是我吗 我当时在节目里面怎么讲的 我说聊天顶的结拜兄弟做的 不是这样吗 黄姑 事实证明是不是黄姑做的 就是黄姑做的嘛 但是你知道台南开八十八枪的当天 是谁 第一个跟我讲是黄姑做的嘛 就是林世杰 所以呢 那么地方的事情 林世杰其实他出生在安平 他是单亲家庭长大 他算是因为家人长辈过世 所以呢 早年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 也有到上面混过 也因为这样子去观过出来 他一直想要往商界 往政界发展 不过他选议员呢 那么落选 所以后来呢 后来呢 那么他就培养自己的女儿 林仪廷去竞选台南市议员啊 那么今天大家当然会觉得很奇怪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更 照理来讲 你看连台南开八十八枪 对 都只是针对建筑物来分两地开枪嘛 最近开枪都是针对建筑物开枪 对 那为什么 好 就算要教训一个人啊 朝他的这个两腿开枪不就好了吗 对 但我们可以从那个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年轻身形比较瘦长的这个嫌犯啊 他那么戴口罩跟这个相关的帽子呢 那么来到了这个旁边的以后 你可以发现 他一就是没有林仕杰系 为什么呢 当他开枪打中他林仕杰倒地的时候呢 这个凶嫌做了一个动作 他不仅没有离开 他甚至于你仔细看 他还靠过来 然后继续朝倒地的林仕杰总共开了 十一枪 所以呢 枪枪致命 枪枪都朝他的 头部 颈部 然后包括胸部开枪 这个凶手的目的是要林仕杰的命 不是要教训他 所以开完枪呢 要离开 那么林仕杰因为他 常年住在安平啊 所以宝杰你知道 他凶手开了这个 这个等于说 十一枪了以后呢 那么坐上旁边的车子逃逸 他在十分钟后 在离现场不远的 另外一个地方 一个停车场里面呢 把车子放火烧了 对 不过他 他现在不是什么 中枪的兄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烧的过程当中 顺便把胸枪给烧了 也放在里面 真正中枪 中枪就是非常 职业化的杀手 他绝对不会在放火烧车子的同时 把枪在里面给烧掉 因为很简单 他只要找 旁边就是安平啊 他只要随便把枪解体 往海里面一丢 谁都找不到这把枪 他却选择在里面 等于说把它给烧了 为什么呢 所以可见他急着逃离现场 用更精确的方式讲 他不只急着逃离现场 还急着逃离安平 还急着逃离台南 为什么呢 现在有人讲他坐桶子走了 因为呢 那么目前看起来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坐桶子走 不过呢 从他开枪的地点 到他汽车的地点 十分钟 十分钟不到了 因为大概是十四分钟后 消防局一一九 接到那个火警的通报嘛 所以显然他十分钟左右 就已经到了这个停车场 而且事先一定有看见地形啊 然后呢 那么这个地方 之前有看见地形 之后烧车了以后 一定有接应的相关的交通工具嘛 那附近呢 都是什么 附近有宾馆 有各式各样的监视器 所以现在呢 包括刑事警察局 南部打击犯罪中心 都全部把附近 所有的监视器都调来了 现在大家好奇 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深仇答案 你跟他讲 我没有要跟你谈哦 我也没有要警告你哦 我就是要让你 我就是要把你打死的 林诗杰因为他的个性啊 他跟我相处 他今年五十三岁 但是呢 他想尽办法要漂白 那么他的这个个性呢 有时候跟兄弟在说事情 比较沉口更重啦 所以呢 再加上台南现在正进行一个 翻天覆地的角头的大改变 本来的台南大角头 对不对 现在那个地盘啊 全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改变 所以呢 那么各位 如果去想想要重整吗 88枪打完了以后 请问凶手到哪里去 这趟要造啊 对啊 这趟要造到对岸去嘛 离开了嘛 那如果这个凶手呢 他急着离开 他很急着离开现场啊 那么凶手应该不是跟林诗杰 有直接的相关的恩怨关系 包括林一婷 也就林诗杰的女儿 在内跟那个林诗杰旁边的人 都不认识凶手 那么事实上呢 他应该就是一个单纯的执行 执行谋杀令的这个 这个杀手这样而已啊 他一定会想逃赶快离开 赶快离开台湾 那么以现在他逃亡的路线 最有可能啊 那么他极有可能是 从台南高铁站 直接坐高铁离开 然后呢 立刻看要做这个 等于说飞机的方式呢 还是用搭桶子的方式呢 立刻用偷渡 还是离境的方式 立刻离开台湾 不过这件事情 最主要还是来自于 台南的利益纠葛 因为台南呢 整个地盘在大改变 整个地盘 像安平本来有三户 那么现在呢 安平有三户呢 本来以为统一了 就没想到现在 林世杰又被枪杀了 所以连安平也开始 整个地盘都会大改变啊 那么整个台南的 那因为再过几天 台南市警察局长 廖中山 廖中山办黑道枪 竟然是一流的 不过因为再过八天 他就要退休了 所以呢 这个案子才由刑事局 直接介入难打 直接介入这个 等于说侦办啊 但是呢 既然我能够料中 当时八十八强 台南那个八十八强 是有昂贵幕后 这个等下主使啊 那我也可以 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啦 因为呢 包括地方人士 包括给白两道呢 现在对这个案子 有诸多的揣测跟打听啊 那么最后这件案子 除了单纯的 跟道上的利益纠葛 有关系之外呢 可能还有政治人物的因素 啊 所以呢 政治人物到时候 那么会不会卷入 这个案子里面呢 卷到多大 我们就要看警方办的证据 跟他的进度如何 好 于逢 刚才讲的 这个案子 这真的是怕死了 他非等闲人业 刚才讲 你涉入了议长 副议长的这个会选案 而且这个案子居然无罪 无罪就 可不管就算无罪 你跟议长跟副议长 一定是过敏交情吧 市长跟你交情也好吧 你的女儿又是这个 所谓的市议员 而且你后面殷系 你当时你女儿选举的时候 是黄成国这些大咖 全部来帮你扶选 结果你居然会死于非命 你这样讲的 不看真面看佛面 你今天敢动底 难道你不怕你后面的力量吗 对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今天是怎么开枪的 他是现在旁边观察 然后呢 看车子下来之后 林士姐拿着狗笼下来之后呢 他就冲上去 完全没有在想的 完全没有考虑 完全没有叫他的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他已经清清楚楚 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发生 会出现在这地点 一来就开枪 开枪枪之后 林士姐还要往后闪 可是刚好那个地方 就没有其他遮蔽物 他开完之后 他还有一个前寝的动作 近距离的往这些部位 颈部 肩膀 胸腔 手臂 继续连开 11秒开八枪是什么概念 今天他收到的任务 就是要杀人 没有要跟你砍赛的 没有要跟你啰嗦的 直接就把你开了 可是你想想看 这一个正面看得到 他大概年纪不会超过30岁 就是个年轻人 年轻人有这个叫小 然后呢 双枪 他这个开枪算是稳的哦 他这个很多年轻人 到了现场 最后坐在车子里面 不敢下车的 他这个算是开得稳的哦 然后双手握枪 把他开完之后 回去之后 把车给烧了 跟这个枪一截给烧了 大家要想 林世杰是什么人 林世杰他当初 可以从这个小小的 一个地方人士 以前是走私军火的 他最后会洗白 就是跟部分的正式人物 走得非常近 有部分正式人物来挺他 然后他的女儿 他自己出来选 没选上议员 他的女儿选上议员 而且是现任的议员 你现任的议员 爸爸竟然会被当街狙杀 再加上他之前的 政府议长选举 先不要管他到底有罪无罪 反正一审判局就是无罪 但你想想看 他可以请 国民党的议员上车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是叫得动的 再来 这个他后面是政府议长 他的人 请他去执行这个事情 如果你不瞇的话 会找到你去做这个事情吗 所以当这个东西来看的话 他是一个地方的文人 地方的有头有脸的人 竟然被当街11秒 开了八枪 难道他后面的山倒了吗 大家要看的事情是说 你北部有郑文燦 南部有林世杰 难道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真的是一个派系 当你后面的大山不在的时候 你可以用检调抓他 你可以当街开枪 这东西回头来看的话 你才知道 政治真的比黑社会更可怕 这个后面来讲一定无礼逃 一定跟光电有关系 一定跟政治有关系 好 所以刘凯 现在台南有这么样的复杂吗 当然 他女儿是台南市的议员 如果说今天各种考量 所以为什么 当赖清德去年3月14回到台南的时候 他说他身为一个老市长 他觉得很痛心 他的痛心就对着黄伟泽讲的 在你治理之下 那为什么一个淳朴的台南市 今天会变成这样 现在台南开枪是开最多 没有啊 就是 这个我们要讲坦白讲 会起这个联意 就是从能源政策改变以后 从中心到地上 很多泄面下来 农民游民的生活是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他们死于的人 是没土地困 你懂吗 土地困 這等年以來 財主是都百貨人的 財主要百貨地來做 財困是財主導入的 但是現在財主 我做你一家四五萬而已 一家喔 現在太陽能十幾萬 所以說這樣 寶傑你繼續試 我現在要做太陽能 我有希望簽約 你繼續試 這樣就變魚電共生了也不是 就變魚電共生了 但是魚電共生是要倒資 投資以後 政府是多給你18% 就比太一般的太陽能光電 你怎麼倒資 就差18% 18%是財主拿去的 不是你拿去的 所以財民不可能倒資 所以我講 我才會在去年講說 是魚死電森 那台南市政府說要給我隔 你不就來隔 後來我講了以後 為什麼兩個月以後 台南市政府 廢除了九張魚電共生的執照 為什麼 因為你拿著魚電共生的名義 多拿著我們補助款嘛 對 但你沒有實際上沒有魚電共生嘛 你沒有吃過豬肉 看豬肉對不對 魚溫裡面沒有水車 你養什麼魚啦 對啊 要打水啊 不然養氣會不夠啊 那水車就沒在打 你是在駛什麼啊 唯一一行不用打水車啊 蛤蟆 你如果駛蛤蟆不用打水車 你大家都駛蛤蟆 沒有水車你是怎麼可以領魚電共 所以市政府後來就 撤掉了九張執照 那就因為有整個光電 這麼龐大的利益下 當然各地方的人士就開始想要來參與 來介入嘛 那今天黃偉哲講要限期破案 那我要慎重的跟 當然你辦鄭文燦 你辦所有黑金我都給你按讚 坦白講人民就是厭惡這個嘛 那你懂得拿這個換選票嘛 他當時搞了吳建保小型工程款 小型工程就是 他就把他打成是黑嘛 你們這些議員就是拿小型工程 再賺回扣嘛 所以他賺一波嘛 到2018年 李全教選上議長 他說你是有買票嫌疑嘛 所以我不進議會230幾天嘛 所以今天他又來了鄭文燦這一出嘛 他就知道反黑金 扛著反黑金的大旗 要他來賺這個政敵的理由嘛 所以我這才給他 老總統請到兄弟 你作為台南市的老市長 台南市長說要限期破案 我希望你對這件事要做一個標台